有什么衣服的东西丢在里面 民众站在洗衣机前一步都不敢靠近 一个坚固的不明物体 就这样直接冲破洗衣机的玻璃 还不停猛烈旋转 吓坏现场所有人 他的机器里面全部都是玻璃啊 你看 玻璃碎片不停在洗衣机里旋转 发出清脆声响 根本没有人敢上前关闭机器 检查到底是什么东西 被丢进去洗衣机里面 荒荡하게도 이 사고는 한 손님이 아기 유모차를 세탁하겠다며 유모차를 그대로 세탁기에 집어넣었다가 발생한 것으로 추정된다는데요 南海媒体报道 新加坡一间自住洗衣店 一次有一对夫妻 意想天开 把婴儿车丢入洗衣机内 不过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这对夫妻丢到洗衣机的 事实上是婴儿户来 事后机器不但受损 还必须负起赔偿责任 索性无人因此受伤 不过美国这起意外 却差点闹出人命 监视器拍到 美国一名保姆的男性友人 竟然无聊到 将小男孩丢入洗衣机内 被想到洗衣机的门 瞬间关起来 两个人就对着机器 又敲又打 最后在店主紧急拔掉插头下 才结束这场闹剧 小男孩也没有大碍 西班牙也发生过 有人将大火机 丢入自住洗衣机 不让洗衣机冒出火光 瞬间爆炸 威力大刀把整个入口都震飞 场面宛如被飞弹轰炸过 十分夸张 自住洗衣机 为旅居在外的民众带来便利 业者也希望民众 能够好好珍惜 相约操作说明 并在投入衣物前 检查是否有 不能放进机器内的物品 切勿为他人 以及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三连新闻 谢天豪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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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